嗅到金卡的味道了嗎? 緊接著我們來開紫EX 胃包裝跟豬那邊是幾乎一模一樣 整個主題變成紫色版本 招尖 我其實覺得他長得很獵奇耶 我到現在還是這樣覺得 哇! 這張熬叫服好兇喔 老人的吼叫怎麼突然就絕對不兇了 熱辣娃 我覺得他小時候其實還蠻辣的 很活潑 長大之後變成 就變吉羅拉了 並沒有 哇賽 熱帶娃 為什麼要出這麼多你的卡 左邊一張右邊一張 哇 Gate Heart變啦 出現了紙版的浮屠博士 博士研究都是一樣的效果 出現了 並不是飛天螳螂 團豬豬 你還有做AR 這張卡的價值就是在他的故事性 因為飛天螳螂肚子餓了 想壞壞 派趴來了 派趴的卡片裡面怎麼那麼帥啊 他在遊戲裡面 天白癡 你看這個眼神 都比銅骨河人還帥了 比煉獄性獸狼還帥 比羽之波蜘蛛還帥 一家鼠 一家鼠有四隻喔 我原本以為只有三隻 這個 如果我的精靈球丟到這隻的耳朵 這邊這三隻也會跟著一起入那個球嗎 高級球來了 重新繪製的最新圖卡高級球 現在高級有很多版本 那你就可以自己選 我這張卡好像不得了 我偷偷看到這個邊了 來 欸 什麼 要嗎 自爆此怪EX 能量粉碎 脈衝發射器 這個不是太精化 一般的EX 非常好 造成對手所有的寶可夢 附加了能量的數量 乘以50點的傷害 喔 你場上5顆能量 打250 那你如果不想打這麼拼 下面這招也很好用喔 兩能220 嗚呼 你莫殺 這是這一次大家一直在敲碗 希望可以抽到全圖人物的 從自己的氣牌堆 選擇最多5張寶可夢卡 再給對手看過之後 放回排庫重洗 再抽3張 喔 這個 已經是比死者甦醒還厲害了耶 我把資源洗回去 還在抽3張 香 阿楓來了 阿楓其實也很正耶 那個時候我在開台的時候 很多人說他大媽 你到底搞不搞得懂啊 會做甜點耶 又溫柔 而且又懂得做觀光 還能夠養活自己 這邊出來一張大卡 感覺是AR 來 3 2 衝 鐵軌測EX 三重雷射 控制輪 這個是未來版 剛剛那個是古代版 他們看起來也蠻像的 我是玩紫版 我是有跟他一決勝負到 控制輪4能打160還換位 這個能量的要求有點高耶 但是他真的是還蠻強的 基礎寶可夢下場就有220 這越看越可愛耶 很活潑的感覺 剛泡壁蝦 哇這邊出大卡啦 3 2 嘿 嚇死鳥 這個嚇死鳥啊 現在的年輕人我不確定是不是真的能夠去知道他的設計理念 在我們小時候啊 有很多很多的童話故事 還有電影 小朋友都是上地捏的 然後就被一隻一隻的送子鳥 送到每一個家庭的門口 我不確定現在的年輕人能不能知道這個故事 嚇死鳥的原型就是送子鳥 搬運 我受不了了耶 拜託不要這樣子啊 我才剛剛覺得這一張卡很感人 太美了 你們做出了一張非常溫暖的卡 你們把送子鳥實體化了 結果你的第一個造勢竟然叫做搬運破爛 我不是破爛啦 因為我不是送子鳥搬來的 我是從石頭蹦出來的 應該有一些人是桃子剖開來的 這邊有大咖 這個是不用您也可以看得出來的 來了 在不播的後面 剛剛有人說 有人說想要看到蜜樂盾 來 超限豬是你 那這個手是針筒造型的 是團豬豬的進化形態 陷阱地盤 吊欄 對手的戰鬥寶可夢撤退都要多花一個能量 橫角色 增加對手戰鬥寶可夢撤退所需能量的 30點的傷害 非常優秀的一張寶可夢 是一張AR 我們這邊出AR了 有一對數在前面替我們應援 啊啊啊 來 這邊的AR是哪一張 鐵屁槍蝦 我以為他是很強的那種寶可夢 結果就一招夾住 好吃好吃 拜託 不要對寶可夢下手啊 電氣發生器 查看自己的牌庫上方五張卡 其中的最多兩張電能量 哇這張好強喔 他可以任意貼附在自己的備案區 電寶可夢身上兩張電能量 電屬性崛起囉 而且他這個是手動發電的喔 大卡來了 SAR嗎 火怪 布波 戴盧比 很大 詛咒娃娃EX 無盡黑暗 鈴騷 鈴騷算是幽靈屬性寶可夢 很標誌性的招式 他查看對手手牌 造成其中訓練家卡的數量 乘以60點的傷害 如果對手是綠牌率很快的 訓練家卡放很多 他有可能一個回合可以打 180 240 300以上的傷害 無盡黑暗 還可以讓對手 物品卡不能用 一當物品卡不能用 就會一直跨在手上玩 越累積越多 越累積越多 我們出SAR了 剛剛有人敲完 保健師老師 剛剛有人敲完 蜜蜜頓 來 開 全圖支援者派吧 我的天啊 哈哈 在遊戲中 有點傻傻笨笨ㄎㄎㄎㄎㄎㄎ的 在卡牌裡面 比銅骨盒人還帥 這個銳利眼神 感人就是他是有目標的 他是有遠見的 他是有自信的 他是有擔當的 不知道 講太多了 我也不知道 他不是妹子啦 白痴喔 派趴是男的吧 從自己的牌庫選擇物品卡 道具卡 各一張 再給對手看過之後 交手牌 哎呦 效果我覺得還不錯 神奇糖果 因為這次有很多二階進化的寶可夢 神奇糖果是絕對需要的 復刻了 OK 神果球 呆呆獸 哦 驕傲 神奇糖果 連續出了兩張 抽三張沒有全圖 抽三張沒有全圖 為什麼尼莫沒有全圖啊 啊他會不會是出在下一彈 我們當初的第一彈其實也是這樣耶 反正第二彈 第二彈是重點 所以說在這一彈尼莫沒有全圖 那就是在下一彈 我們今天一盒的紫EX抽到了四張的EX卡 詛咒娃娃 自爆瓷怪 超限珠 鐵徹機 我原本以為EX卡就是半張的圖 可是實際上這個面板它變成半透明的 你看得到後面的背景 原來像是衝出畫框的感覺 別有一番方位 跟以前的GX跟以前的V卡比起來 算是很有特色的 AR卡抽到了是三張 S等級的呢就是派帕 旅行之中的夥伴 他不是勁敵哦 這個算是在寶可夢系列裡面 全新加入了一種有點類似學長的感覺 抽得非常開心 我是認真的阿芬 底下按讚 祝大家新年快樂 紅兔大展 發奮兔強 大家早點休息 我們下次再見 各位晚安